欢迎您收看《落成18》中文台黄金档 冠状病毒好不好 好 这个病毒其实跟我们的普通的感冒的病毒 叫Coronavirus 它是一个同系列的病毒 那为什么这次我们比较有积极的 要就是预防这个病毒不要更多人得到 是因为它传得很快 所以跟2003年的SARS来说 其实它的病毒是很像 可是因为它是新的 它我们还不太知道完全 它这个病毒是到底会传得多快 或是有多严重的 它比SARS的那个severity比较低 SARS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 它的死亡率差不多15% 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病毒 差不多是2%到3 那这个病毒也有2%到3的致死率死亡率 可是我知道说美国其实每年 因为流感而致死的人也有好几万 每一年的流感病毒 得到的病毒死亡有差不多6万多个人 所以我们这个其实不用大家不用紧张 这个是我们每一年没有病毒传染的 都有很多人得到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特别紧张的事情 可是我们大家需要知道怎么预防 不要再传下去 其实像你们加联太平医疗网的紧急护理中心 还有像我们华人聚集很多的地方 很多医院像家会医院啊 仁爱等等 大家都收到就说民众打电话去 要求到你们那边做一个测试 说我看我这感冒了 我得到的是不是冠状病毒 对 我们已经有很多人打电话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跟大家说 不要太紧张 那您当然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可以帮助你 可是不管是去医生或是去医院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掩饰 这个到底有没有这病毒 就是我们国家产能掩饰 所以如果你去医院呢 医药或是诊所 医药说想要去证定 有没有这个的话 其实只有政府可以 只有政府可以 也就是说就算我们去诊所 要求医生验 他们也无能为力 他们也没办法 那如果说到医院 或者是到紧急护理中心 你们可以采样吗 可以 就是说采样 然后我们送到美国政府 去坏验 是可以 可是有三个问题 那这三个问题是很重要 第一个问题是 您有没有从武汉 14天内有没有从武汉回来 这个如果是没有的话 第二个问题他会问你 就是那你有没有接触到 从武汉回来的 如果这个也没有的话 那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不会 就不会验 不会验 如果您有真的有从武汉回来 或是从 或者是有接触从武汉回来的人的话 然后你也有一些 这个病毒的情况 像咳嗽 呼吸有困难 或是发烧38度以上 这个时候的话 就对 他就会帮你 要预防 最好的方法预防 就是要自己的 是清洁 对清洁 这个习惯很重要 不管是得到什么种病毒 都是这个很重要 第一最重要就是要洗手 洗手 最好的洗手方法是用 普通的水跟普通的洗手的肥皂 这么简单 不用特别的那种 不用特别的 什么杀菌 antibacteria 不需要 杀菌不会帮助病毒的 所以就是普通的洗手肥皂跟水 最重要就是冲 要冲20秒 时间要够 对 所以最好时间唱自己一个生日快乐歌 自己洗个小 20秒 洗手肥皂 搓搓清洗 对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水的情形下 大家用那种 那个hand sanitizer 那个消毒手 手液可以吗 可以 这是如果真的没有水跟肥皂的时候 可以用 可是最重要的话 就是你一定要用有酒精 所以它里面有酒精 对 60%以上的话 就有这个消毒 这个病毒的 对 好的 那第二就是口罩啦 对 它普通的口罩是可以帮助 可是最重要就是 如果您或是你家里 或是很靠近你的人有感冒的话 这个时候才真正需要这个口罩 口罩怎么戴 很重要 所以我今天戴了一个口罩 教我们大家 针色要望外 然后白色是在里面 在里面 靠着嘴巴靠着鼻子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因为它有不同的那个材料 材料 所以这个很重要 好 那戴上去的时候呢 就是两个耳朵要先戴上去 好 一个耳朵 两个耳朵 第二个耳朵 然后鼻子一定要盖住 好 OK 然后鼻子盖住的时候呢 这个平常有个铁丝在里面 对 铁丝要压紧 好 这样子就没有封从上面 明白 然后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要拉到下巴下面 一定要盖到下巴下面 盖到下巴 OK 这样子就不会封 不会从下面出来 所以这个常常 如果你呼吸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口罩 在动 在动的话 你就知道你有带队 平常这里就是有脏的东西 如果人家咳嗽来的话 平常都在咳在这里 所以你不要用手去抓这里 反而你要用耳朵的地方拿掉 所以最好手不要去摸到口罩 对 手不要去摸到那个口罩 然后就直接丢掉 丢到垃圾桶 靠近有生病的人的话 那你用完一次就要丢掉 好 因为我们知道病毒是从这个水滴传染的 所以就是从我们嘴巴鼻子出来 这个水滴嘛 如果咳嗽打喷嚏的时候 那吃的东西也是一样 也是水滴在上面的话 就能传这个病毒 所以我们就是建议 不要分享家里的 像碗筷啦 或是吃的东西啦 有时候我们咬一口 然后喂小小baby啦 或什么这个都不要这样子做 甚至是如果是 如果有生病咳嗽的这情况 毛巾啦 枕头套啦 如果能 如果会被这个水滴弄脏了 弄湿的话 尽量都不要不要分享 不要分享 对 要分享毛巾 然后如果说自己有感冒的话 最好是跟家人分屋子睡觉 分地方吃饭 对 这不是一个处罚 这只是保护爱的人 平常这个病毒14天后 就情况就好很多了 那时候你就可以 不用那么担心 还有呢就是跟大家说 其实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是那么的重要 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尤其是在这段时间 大家吃健康饮食 多睡觉 身体要好一些 压力要小 不要说自己把自己吓到了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把自己给吓坏了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好 希望大家能够都健康快乐 当然我们也是盼望着这个早一些 能够抑制住这个灾情 然后呢 大家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好 谢谢王医师 祝您新年快乐 也祝您身体健康 我是周磊 谢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会